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世上最弱外星人入侵的电影 天照 这天早晨 大壮和兄弟苦根被儿子的尖叫声吵醒 他们赶忙来到家门前的玉米地寻找孩子 大壮找到儿子后询问他发生了什么 儿子说家里的狗叫个不停 然后给大壮指了指玉米地里发生的怪事 其实就是在大壮家的玉米地里 发生了类似麦田怪圈的事情 玉米地不知何时被押出了一个神秘又奇怪的图案 大壮赶忙找来了镇上的警察 他觉得这一定是自己的坏邻居 导得鬼 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是邻居所为 警察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个奇怪的图案 只好回去了 就在这时 家里其中一只温顺的狗狗突然开始攻击起大壮的女儿 儿子为了保护妹妹就用烧烤渣杀了狗狗 大壮百思不得其解 夜晚女儿起来上厕所时告诉他 说看见一个奇怪的黑影 大壮起初不相信 但是当他自己也看见的时候 就叫起了骨根 想要抓住这个恶作剧的人 于是哥俩追出屋子 但是外面空无一人 只有一个黑影爬上了房顶 急而流进了玉米地 没办法 大壮只好在此找来了警察 可是当警察在询问看到了什么的时候 因为晚上太黑 他们表示也没有看真切 由于怪圈的频频出现 现在的电视节目都是关于麦田怪圈的报道 一家人来到镇上买东西 镇上的军人告诉骨根 这些麦田怪圈可能是外星人派出的侦查小队 就像军事上前来侦查的哨兵 回到家后 儿子发现一个婴儿的监听器 在监听器里好像能听到奇怪的对话 晚上狗狗再次对着玉米地狂吠 待大壮进天查看时意外看到了一只奇怪的腿 他这下才发现并非邻居的恶作剧是真的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存在 苦官问他害怕吗 大壮说 自己并不相信任何鬼神 人的恐惧都是来自于内心 一切兵来降挡 水来吐烟 其实大壮之前是一名牧师 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坏事 但是妻子却因为车祸过世 孩子们一个哮喘 一个对谁有洁癖 他觉得上帝已经抛弃了他 就辞去了牧师的工作 改种田为生 折天大壮的邻居来和他告别 并且提醒了大壮 外星人可能怕水 因为所有的麦田怪圈都是发生在远离水的地方 还说自己家里关着一只他抓住的外星人 说完就离开了 大壮鼓起勇气前去邻居家 一探究竟 他从门缝中望进去 房间里果真关押着一个外星生物 大壮一时惊慌 还切掉了他的手指 于是他赶回家 将家里的门窗都封好 但是一家子躲进了地下室 经过了一夜不安的等待 他们从广播中得知 外面一切恢复了正常 人类已经将外星人赶走了 于是大壮一家才从地下室出来 可是我没有想到 居然还有一只漏网之鱼 那就是关在邻居家的那只外星人 他挟持了儿子 并给儿子喷洒了毒气 苦根拿球棒殴打外星人 从他手中救下了儿子 并且在无意中打翻了水杯 水杯中的水洒落在外星人身上 灼伤了外星人的皮肤 于是苦根用水搅死了外星人 而儿子也因笑喘发作 没有吸入毒气 逃过一劫 这一切惊人的巧合 拯救了他们一家 也让大壮重新找回了对上帝的信仰 重新做回了牧师 这部电影的外星人 应该是我见过的实力 最弱的外星人了 虽然大壮旗鼓地 留下麦田怪圈 想要侵略地球 但是他们的智商 甚至攻击力都不太高 影片也是想借外星人来告诉我们 信仰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 虽然我们都直接受过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的一代 但是人这一生 总得相信点什么 信仰在绝望中带给人的力量 是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 所不能想象的 以上就是本期老跑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跑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吧 请不吝点赞 boats 请不吝点赞 He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